MC话题吧 语出惊人 第四个话题好累个 我们选什么呢 语出惊人是什么 我们全部打开怎么样 好呀 不应该数据选一个吗 先全部打开再让他选吧 一 你知道多少成员的Cash Free 那我们也说不出来算数 二 你觉得对里谁最经常语出惊人 三 三个人一组表演 父母在孩子考试没考好以后的场景 四 家人看到你的房间或行李 有男装公演穿的衣服时 你会怎么解释 五 对里谁最健忘丢过最心疼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由耶稣齐来选吧 他在吗 他在 他在 你怎么回事 我不要上 我不上ANC了 拜拜 来吧 来吧 选的啥 不知道耶 你想想要选什么呢 二 二 二 叶士琦粉丝怎么不大声一点 叶士琦你粉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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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对里谁最经常语出惊人 那你怎么想呢 那不是大乔吗 那我们先从大乔开始吧 那我们先从大乔开始吧 不是我 要从我先开始吧 今天的谁最语出惊人 我觉得 大家的语言能力都还不错 我想一下 你有没有想到 我想到的是小家伙 啊 真的 我也觉得 叶士琦粉丝 平常说话的时候要拍 挺正常的 但是有时候突然的某一句话 就真的让我们都很震惊 震惊到我 真的吗 你会突然讲出一些 我突然搞成科艺颜色 蛤 我 不是 我觉得搞成科艺颜色 蛤 我没有搞 我想到的是 如果只是搞橘色 他搞的是颜色 还是颜色 他真的是太那个了 不 小家伙他不是搞那个 他是说话很那个 到底是哪个 有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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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害怕 你这样 黄水云讲话也很那个呀 许慧琳讲话太那个了吧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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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你跟陈佳英说 哎 我最近觉得我胖了 陈佳英会说 好 你知道就好呀 我也觉得 这叫刻薄 对 那叫刻薄 不 我一般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说的话 我一般都在说 我上次跟你说什么来着 你跟我说什么 好像是不同话的问题 是吗 我记得有一次 哪一次吗 你说 他吐槽你吐槽 是 反正不是 我是问他什么 然后他回了我一句很刻薄的 我记得 真的吗 有 天哪 我怎么可能对可爱的女孩子刻薄 你呜我 你看你现在就刻薄她 你现在就很那个 他说你不可爱 不要难过 放 我说我怎么可能对可爱的女孩子 刻薄 然后你下一秒就刻薄了她 不 你确实是有时候会刻薄 真的啊 对 他不经意散发出的刻薄 你还不能怪她 就是她说的还是 事实 她可能是你 没有意识到 我说的还是事实 她就像冷冷的冰雨 就那种 对着大乔说 大乔你今天好矮啊 就那种 然后大乔还觉得 好像是有点道理 对吧 我也是吧大乔 真的吗 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 对啊 不可能 她绝对垫了 我跟你讲 但是你想不到吧 不可深究 不可深究 还有呢 我觉得冰冰也很语出惊人 偶尔 她是那种 讲一百句话里面 那一句就够惊人 对 就是哪一种语出惊人呢 尚尔 你是表情惊人 没有 就是哪一种嘛 哪一种 就是 该怎么说呢 就是冰冰可能会 为了和情 然后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然后会附和我们 哦 我就说 那你不懂 你就先附和 对不起 就是你不懂 你就要先附和一下嘛 不懂装懂 不懂装懂 对然后她 然后她一这样子之后 她就会开始跟着自己的逻辑 她说我是真的懂 所以你们分辨不出来 啊 啊 我觉得语出惊人的 就是罗可嘉 刚才她又 对 她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就很语出惊人 我听了 真的她 她的车我真的下不来的那种 就是 她是跟不上好吗 是跟不上 是跟不上 你们这些成年人 怎么这样子 你成年了吗 你一个未成年 你怎么这样子 我怎么了吗 我太玩具小骑车 你那叫玩具小骑车 你那叫躺客 躺客 躺客 不行 躺客没有那么快 她看的可快了 火箭 对她看的可能是火箭 火箭吧 对 就很吓人的那种 习惯就好 对 习惯就好 我觉得猪猪她不语出惊人 她是经常让别人语出惊人 我昨天在猪猪这儿 我昨天在猪猪这儿选到了一个新词 嗯 什么 我跟你说吗 是什么 是黄的 你干嘛 你看看 你看看她 你看看她 我不要搞磕磕应原色 太可怕了 提一下乘客而已 你好 你好那个 我妈妈不让我跟你这种人一起玩 那你妈妈让你跟哪种人一起玩 跟不开小汽车的一起玩 那谁是不开小汽车的 我 我 那 大堆呢 你们一个反应那么快 哪里不开小汽车 反应快跟开不开是两回事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们坐车 但是我们不开车 好不好 对啊 我们只是坐车 对 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可是我觉得最语出惊人的还是大乔 那大乔讲什么 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个语出惊人是 是什么颜色 绿色 粉红色 是粉红色 像你有像的粉红色 诶 也应该是黄色啊 不对 等一下 是那种俏皮黄 只有在私下才会 啊 不行不行 啊 不行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会这样 好像不太对劲 这个走向有点 妈妈不一定哦 你是我妈妈吗 啊 你妈妈教你 跟君都是你 妈妈不一定 吓死我了 嗯 乔的妈妈可能真的在看直播 对我妈妈应该在看直播 哈哈 我们说说 那个黄色就是天上的太阳 就是代表灿烂的阳光 满满的正能量 少女偶像梦想汗水坚持 还有太阳 那我们说的开车 活力为C 开车就是让她更有方向感 对对对 学会走站位 对 对对 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 让她以后长大不用再交学车费 对 我在这就可以考到驾照 啊 啊 跟着罗老师 跟着哪位老师可以 他是行车的驾状 有点吓人了 还有呢 好像就 大家其实背地都是 不行不能这么说 大家其实都挺语出惊人的 因为都是正面下的 少女偶像都很语出惊人 比如今天说我要一个 比如今天叶苏琪说 我直播要100个皇冠 这就很语出惊人了 不要随便污蔑哈 100个怎么够 这是你语出惊人 起码呀100个 不压发电 够了 大家看看齐齐的头 可以带下多少个 我没必要 告辞 我天下底下在讨论 什么 我送 你来送 我等一下把二维码 就微博发一发 大家记得手码给我 我帮你们砸晕它 砸什么 对啊 用微爱发电砸晕它 他们发到你的房间 然后你拿个叶苏琪看 微爱发电一个是多少现金啊 两千 两千是吗 先提了 那你们一个人就送我两万 你们一个人送我两万 我就跑了 就拿了二十万就跑了 拿着就跑路 合同还在身上的 你跑哪去 起码提了在 啊 开玩笑 开玩笑 冷静 呸呸呸呸 小孩子说的话不算 这才是语出惊人 对 没有 灵言灵语 那黄晨音觉得谁语出惊人呢 我觉得是你 就有时候罗可嘉就很 就很神奇 就是 你干嘛 乌以间 聊爽继续 就是呃 我有时候去他房间聊天 或者平时聊天嘛 就聊着聊着 他突然间给我整一句话 我就觉得 好像没什么毛病 但我很想反驳他 但我又说不出什么话来 就很 很生气 就是只能 就是我聪明啊 你反驳不了我 就是智商不太够 生气 哎 哎 干啥呢 小玲玲 没干嘛 啥 啥 给你们一个 二人独处的空间 你是不是脑子里 我脑子里咋了 全都是我 对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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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脑子里开车 啊 你天天想着我开车 你是不是也有点那个 我有哪个 你天天在我旁边开我能咋变 那你说你脑子里是我在开车耶 你想我开车 你那么爱我 不好吧 没有 这是噩梦 怎么会 让我快点醒来 我们快结束这个话题吧 你看你头发都绿了 啊 是有一点耶 闭嘴 超绿 就暗色的样子 不行 你看他头发都绿发芽了 有什么 这么多我 你也听出来一个 可是他没有饭啊 你有啊 怎么突然你们都不带了呢 又我 想推了 发芽了 大家有生住吗 有 大乔是有 住 Z 霹雳火 你在吗 在吗 不在啊 那你 你 你身边犯牌跟我说 希望我可以祝你头发越来越多 那我就祝你头发可以越来越多 脂反夜貌 郁郁葱葱的 然后 没有 是说茂盛的意思 有点文化好吗 没有 有点文化好吗 有点文化好吗 不要 不要 不要这样子了 反正就祝你茂盛好吗 然后 然后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还有一个是 灰呀灰呀灰在吗 在吗 在吗 不在 好的 那里那里 在在 嗨 然后 嗯 你的ID叫灰呀灰呀灰 那是因为之前没有我 然后现在有我了 所以叫采呀采呀采 因为有我的 有我的世界都是彩色的 然后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耶 那我这有一个生住 是ID 怂怂怂怂怂怂样的 粉丝在吗 越来越难 不在是吗 居然不在 然后 我的生住是 我今天在 看到一个非常套路的生住 叫什么 据说遥远的月亮 每年都会发生一千次 一千多次月震 然后月亮清唱地球上的人 都不知道 就像当你站在我面前 我的心也在清唱 但是 这所有的清唱 连口袋都不敢给我看的 你永远不会知道 对 然后祝你幸福 谢谢 耶 这有一个生住 ID为我和我弟祖国的在吗 所以是哪个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 而且还在我生诞之前 点我的生住 到底是哪一个 何方神圣 没来是吗 好 谢谢你在 我生诞当天 点我的生住 然后 对不起 就是你的 那个生诞贺卡 我写了 但是写在手机上 然后我没有时间 写到贺卡上 对 我昨天 对我 排完链都写了 在手机上 然后就 没有写到贺卡上 所以下次再给你吧 然后就祝你 然后祝你 五福临门 六六 六六大顺 然后天天开心 然后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耶 我又一个生住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好 大家都说 好激动哦 就是因为我见到你 我就晕了 所以我没想到什么 就是竟然真的是你 就是最近 就是很久没见过你猫泡了 然后最近一次 你换了的东西就是你的头像 你把我的头像换了换成了另外一个偶像 然后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因为是那个偶像的生日 所以你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就是我生日都没见你来呢 就是 好了 就是我翻了你4761条微博里面 然后我看见了八条 还好大条最后一个箭儿 就是八条关于你胃痛的微博 然后我希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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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少了 我昏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呢 就是希望你以后每 就是把我 不管你有多少个推 希望你把我当成胃药 这样每次你翻冰的时候就在想 靠路 太甜了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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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抱了 不要给我说个顺序啊 打脚高 在后台 没有没有 我今天想的很真常 没有 很真常 这很真常 都转推你了 我昏 那么祝你前程四景吧 好 谢谢 好了 就是 我一点都不甜 因为我没给你写贺卡 是因为我害怕 我言到你犯胃炎 那么就这样吧 然后谢谢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欣赏 精彩的公演曲吧 耶 感谢 感谢观看